中共今年7月1日將紀念建黨100週年 並首套頒發由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簽罰證書的七一勳章 首批獲頒勳章者引起關注 有分析認為由於獲分人選條件附加了新的要求 高級領導人能否被授勳 要看習近平的態度 3月13日 中共宣布今年將舉行一系列的活動 包括習近平將在大會上發表講話 並首次頒授七一勳章 由習近平簽罰證書、頒授勳章等 據悉 七一勳章是現行中共公分榮譽制度中最高的一級 在2017年7月啟用 香港《明報》3月24日 《刊法》文章分析認為 中共政治局24位現任委員中 也只有中共中央軍委兩名副主席許其亮 張右俠等3人 符合在黨50年的條件 而習近平、李克強今年都不符合條件 按規定 頒授的條件是 為黨作出傑出貢獻的黨員 在全黨全社會具有重大影響 受到高度讚譽 不過 中共在23日公佈的七一勳章人選四項條件 又有申父家要求 其中包括增強四個意識 做到兩個維護等 文章認為 按照上述標準 有資格者應屬奉無倫國 如果三個代表的江實民 和科學發展官的胡錦濤都不符合資格 不知道還有誰符合條件 文章稱 四個意識兩個維護 是維護習核心的地位 這亦意味著中共前兩任黨魁 能否獲頒七一勳章 端視他們對習近平的態度